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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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乔老師 又來到乔老師玩具開箱時間啦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乔老師今天穿的有點不一樣 沒錯在2019年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 鋼彈動畫已經四周年啦 就在一個比較重要的紀念日 就是4月7號這一天 滿四十周年 日本的SEIKO精工表 這個品牌也在這個時間點 就發布了它設計出 跟鋼彈四周年聯名的限量表 一共有三個款式 像是今天乔老師手上帶的這個是 綠薩克的款式 那當然也會有夏亞薩克的款式 未來的8月也會發表 鋼彈的款式 我們可以在圖中可以看到鋼彈這個款式 是更限量中的限量 那紅綠薩克這個在全球限量 各一千支 那台灣的配額只有分到各五十支而已 但它的價錢也非常的驚人 每一支啊官方定價 台幣十二萬元 那乔老師手上帶了這個 將近二十四萬的東西 二十四萬可以幹嘛 不就等於法拉利的一顆輪框而已嗎 還好而已啦 它就是用精工的 Prospace Marine Master這個系列的錶 然後推出了兩個款式 可以看到它其實整個錶的外框啊 均綠色 然後我們看起來它感覺是塑膠感很重 可是其實它是陶瓷的材質 陶瓷它的硬度非常高 它耐刮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整個包覆性的強度會非常高 因為Marine Master這個系列啊 它的錶就是著名的就是它潛水的功能 上面標榜它可以深淺一千公尺 有誰可以潛到一千公尺 台灣海峽的大陸棚啊 最深的地方到兩百公尺而已 一千公尺是到哪裡 這錶是設計給水行俠在帶的嗎 內圈的部分是用鈦金屬去做的 那它裡面的機芯是機械錶的機芯 那再來就是它的錶帶啦 它錶帶比較特別 矽膠蛇腹式的錶帶 為什麼它有一個蛇腹式的彈性的地方 當一個潛水員下潛到一定深度的時候 然後這個錶不會因為壓力的改變而中拖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雖然它是一個很名貴的錶 可是它還是有帶到一些鋼彈的元素進去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側面這邊 有MS06也就是亮彈型薩克的這個編號 打凹下去的 然後裡面還有 我們用鋼彈的術語就是入末啦 它還有把這個入末 入黑這樣 我覺得這個細節是有做到 特別是你可以仔細看它在秒針的另外一頭 它是做了一個這種螢光紅的設計 就是薩克這個監視器啦 那個監視器 在官方的宣傳影片特別在表圈的地方 它有特別形容到 它們是仿照薩克動力管這樣的東西去設計的 再來我可以看到它裡面有一些細節 就是做出這種 比較我們這種科幻感的啦 譬如說它有增加一些線條啦 或者是有毛釘的質感 去凸顯它跟鋼彈相關的地方 旋轉的這個叫龍頭這個地方 還有它的軍灰有沒有 這整個帶上去 只要你是鋼彈迷 不對 只要你是有錢的鋼彈迷 能不收嗎 除了有量產型薩克以外 所以鋼彈迷一定最期待的就是 它同一時期還有推出 夏亞專用薩克配色的腕錶 基本上整個錶的本體同樣是採用 SEIKO Marine Master這個款式的機身 那其實算一算它的年紀 或許就是跟鋼彈年紀差不多 都是70年代的產物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樣的選擇 跟這樣的聯名方式 整個夏亞薩克它其實基本色調 就是紅色色調 可是它比較不一樣就是它的錶頭 剛剛我們還記得上一個 綠薩克的款式 它是用陶瓷的外框 可是這一次的這個夏亞薩克 它整個表身跟外框這邊 都是使用鈦金屬的質感 就更符合王牌駕駛員的這個風格 外框的地方它一樣有 秀上夏亞專用薩克的編號 那另外一邊在它這個龍頭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個 一樣是屬於夏亞的軍灰 那再來比較特別的是它在表帶的地方 上方這邊有一個夏亞專用徽章 那它的指針跟石標都有夜光功能 那當然它還有這個單向旋轉的計時功能 所以方便潛水員可以知道它自己下潛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的背面 其實它有一些蠻精緻的地方 當然有Sunrise版權的標誌 再來這邊有一個 Mobius Gundam 40 Anniversary 然後再來這邊有寫 它限定1000隻 那小老師手上這個是編號第40號 所以在這些細節上面的刻畫 都是這支表非常珍貴的地方 實用常帶的話 我會比較考慮這一款 綠薩克的款式 因為我覺得 我光是覺得它的外殼這個是陶瓷的 我就覺得 我覺得真的太帥了 可惜啊 限量是殘酷的 台灣的消費力還滿夠的嘛 就是這麼高單價的表 還是銷售一空 其實這個表怎麼來的啊 就是蕎老師拿 蕎老師非常貴重的場景作品 跟廠商抵押 然後借欄拍給你們看的 所以你們還不快趕快 把蕎老師的頻道訂閱下去 再不點小鈴鐺 那我們怎麼生存下去呢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點訂閱跟訂閱 那蕎老師下次的玩具開箱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快去把我的場景輸回來了 掰掰 有SEIKO跟 是這樣講 是SEIKO嗎 SEIKO SEIKO 靖拉 靖拉 這不 piece 就要剪 那就會被人罵死